内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徐芬 今天来参加精心的吐槽大会 冯导问我 都有哪些嘉宾呢 我说 有李淡 他 不知道 还有谁 我说 有庞博 他 不知道 还有谁 我说 有菲菲啊 我最后问你一句 还有谁 幸好 我最后说 还有赵立新 赵立新 你去吧 我最喜欢他演的芳华 今天 哈喽 大家好 赞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 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不运动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 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星 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 在不节食无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如果你要想减肥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请加我微信 AC119876 再重复一遍哦 微信 AC119876 现在评价你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一一为您男生定制的减肥机会 第一次见到菲菲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 让我想起了当年拍1942的时候 化完妆 走出化妆室 觉得整个的剧组全都是菲菲这种形象 菲菲以前确实跟难民似的啊 就是没钱 也没吃的 后来就去搞摇滚去了 摇滚呢 他也不是真心喜欢 就是为了生存 因为他听说摇滚圈里头流行一句话就是 摇滚不死 所以他活下来了 一提起赵立新 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实力派演员 但是没人能记得住他演过什么 每次有导演说 去给我找一个实力派演员来 光机 大家就去找赵立新 他所有的戏就是这么接到的 当然了 芳华是个例外啊 芳华在选角色的时候 冯导还特意强调说这个角色不需要实力派 随便找一个什么演员配角就行 结果 光机 剧组又找了赵立新 好 恭喜光机出来了 金星 我们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 从来没有叫过他金姐 我们之间相互的称呼是星 帆子 是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北京的一个低厅 那个时候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张嘴 他那时候就开始讲段子怼人 句句见邪 字字点在穴位上 我就觉得这人太神了 我忍不住我问他 你到低厅来 为什么呀 为什么光讲段子不蹦低呀 他一句话就怼着我哑口无言 我蹦什么低呀 我一个舞蹈家 我需要的空间太大了